首拿NBA年度总冠军的欧布莱恩杯 柯瑞带着家人和勇士冠军队友一起坐上巴士游街 只见成千上万的勇士球迷挤爆旧金山街头 他们一起庆贺勇士在八年内的第四座NBA冠军 当地媒体原本预测这次庆功活动 考量到当地疫情只会透过电视转播方式 呈现球员的胜利演说 只是柯瑞却在最后关头决定站上讲台 只因为他有太多话想对球迷说 其实不止柯瑞大前锋格林甚至走进人群 向来大嘴巴的他当然没忘了趁着夺冠再度耀武扬威一下 这场庆功游行巴士车阵绵延1.6公里 还有球迷和车上的勇士球员大玩投篮 全场气氛骇到最高点 事实上勇士队早在当地上周五就已经搭专机从波士顿回到旧金山 球员还用自己的手机记录下抵达机场后 收到球迷欢迎的场面 勇士重返冠军荣耀 也为今年的NBA画下完美句点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